我們今天初六去南丫島 首先在這裏搭船 現在先搭索古灣的船 先去索古灣 現在已經很餓了 我們先來治療一下 鏡頭一轉 我們已經清掉碟了 很餓 吃到這裏搭船 分量很正常 但又不覺得太大分 所以稍後會有些食物 白鳥蝦、青天海上鮮 油菜、炒飯、肉片 大羊一隻隻 在這裏曬 這間是索古灣的天后宮 現在進入去逛山的路景 這個是神風洞 這間盧蘇城學校已經荒廢了 現在已經沒有營運 這是校務處 逛逛逛逛逛 來到盧蘇城村公所 背後山上 裏面有個盧蘇城名攤 時間是15分鐘 今天這個南亞島的路徑 極度適合一家大小 新春行大運 又可以有東西補給 又可以有山行 又不難 左邊就是榕樹灣 右邊就是青年協會青年營 右邊就是青年協會青年營 這裏都要行 這裏就對了 這裏就對了 所以不能放棄 故事下 有些人是沿著這裏 就這樣上車 在這裏上頂的 在這角度呢 我們可以看到 前面的所有香港的離島 部份 和大人忙忙 右邊的鏡頭出現就是南蛙島 下面的就是魚排 這是索古灣 索古灣前面的市中心有很多食物的地方 有艇和沙灘 右邊就是這樣走過來 來走大運的人全部走過都好運 這個交界的位置是榕樹灣 那裏叫做盧迪灣 這裏是綠洲 倒轉索古灣 所以我們去榕樹灣就對了 這邊 斜路走下來 然後來到這個位置 向右轉去榕樹灣 這個位置看到海浪澎湃 下面有些石裏 這裏有些氣勢 可惜 看不到這個位置 有些攀局 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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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 最近戀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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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 吉留意 這裏的版本 亦有些可以喝下午茶的葡萄 以前吃葡萄花的葡萄花 这个就是荣士湾的池名的葡萄葡萄花 坐不坐啊? 有桌子就坐咯 好了,不经不觉就来又真正去到这个荣士湾我们的今天的终点站 今天周末下午开始来多人潮,来到这个南亚岛 来到这个南亚岛 来到这里,开始设过这些葡萄,摆一些特色的坑 今天南亚岛三小时行程,包括吃饭,行山,各样东西等等 现在又向荣士湾码头进发,来回城香港 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下回再重 谢谢大家